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身安妙依身色甜淡 一身的白衣轻舞 让她显得高远而飘渺 似要举霞飞仙 不识人间烟火 她像是换了一个人 越发显得虚妙了 带着一丝距离 叶帆注视 看到那青铜灯中坐着的身影 才感觉到一种亲切 轻声地喊道 妙依 去吧 请等美 那熟悉与亲近的笑容 没有一丝改变 对她挥手 真身安妙依也开口 再见 再相见 而后转身 就这样离去 偏然若先 凌空飞堵 向着蓝駝寺方向而去 叶帆正正出神 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当清晨一缕 霞光射来 她才起身离开 身在西末 每日都能感受到神秘的念力 她想远观须弥山 并未打算立刻离开 西末有几大古地 悬空寺 兰陀寺 神霞寺等都极富盛名 掌握有佛门最高秘书 世上称尊 一夜凡徒步而行 路经兰陀寺 向着这片大地的中心走去 感受佛土的这种氛围 观看一缕缕神圣的信仰光辉 她心中在体悟 一日后 叶帆 路经过一座破败的殿宇 此地成为了一片废墟 一片胶着 她有些惊讶 西途怎么会有人毁庙 这个小庙并不大 占地也不广 震散灰烬 露出了十几具尸骸 叶帆不禁醋眉 清灵寺 这不是庙仪曾经修行过的地方吗 这座小庙被毁的不超过半个月 而庙仪从阿罕古寺出发 在西末各地游历 曾在许多古庙前修 直到进入兰陀寺才停下来 这只是其中一座 曾听她说起过 逆转而行 追溯源头 樊骨树 叶帆一声轻斥 眸光灿烂 她的峨谷晶莹 如同一面镜子 照耀在断臂裁员上 这是她在地球上修成的玄法 曾在上古道场 得到不全的《斐陀经》 雾透妙礼 得到了这种神秘的妙术 可让昔日情景重现 叶帆峨谷发光 罩在瓦礼间 洒落尸体上 追溯十几日前发生的事 片刻后 她身体一震 王腾 她的瞳孔赤胜了起来 犀利如刀 竟然是王腾干的 无需细说 她知道此人要做什么 为了报复她 无所不用了 她知道我回来了 明白不是我的对手 要对安妙一出手 灭掉了一庙的人 叶帆风驰电措 快速地追了下去 赶到安妙一提到 另一座小庙 这座古庙安好 并未遭劫 想来是第一座庙宇的人 发现了她的不轨行迹 被灭口了 她没有敢耽搁 静止前往兰陀寺 暗中得惜安妙一回来了 并没有受到伤害 王腾 是时候来个了断了 叶帆 隐在圣山中 关注这里的一切 她相信王腾肯定会出现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数日后 安妙一外出 前往神霞寺 将去参悟一种佛法 叶帆并未现身 以天庭的杀生秘书 隐在虚空 一路跟了下去 她觉得王腾该出现了 果然 语言行数千里后 一辆的金色古战车 隆隆而来 发出冲销的光芒 伴随着真龙 鲜黄 白虎 玄武等 将它环绕中央 这辆古老的战车 通体成金色光芒万丈 立身在上 如同天地巡视 下凡到了人间 王腾黑发披散 身材高大 牟子中有一种冷冽 手持一口黄金圣剑 横断前路 剑锋突出的神盲 长达数百丈 横扫安妙衣 一盏青灯浮现 悬在安妙衣的肩头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撑起一层光幕 护住了躯体 你是 王腾 想不到堂堂一带北地 竟沦落到如此境地 你是感觉今生都无望杀死叶凡 才来对我动手的吗 对于当年人族年轻一代数一数二的天之骄子来说 这样形式 无疑是自甘堕落 失去了一颗正道的心 王腾大笑 发似飞扬 有怒一有杀机 冷森森的 瞳孔像两口深谈一般 可惜啊 昔日的北地 竟已成为了这副样子 让人感慨 数一数二的年轻俊杰 终是落魄了下来 一蹶不振 再不负无敌风采 是 我又败了 东荒一战 神秘人一战 经天下一枪将我避退 我知道他就是叶凡 或不是他的敌手 他带领数万铁 去灭了我北渊王家 这笔大仇 我今生今世 无论如何都要报 我杀不了他 就从他的女人开始 让他痛苦一辈子 王腾忧森地说道 一双瞳孔内 充满了仇恨的光芒 近乎疯狂 持黄金圣剑的手 在轻微地颤抖 半边身子都在静挪 你只看到王家覆灭 怎么不提当日 你们盛气凌人时 所作所为 若非去灭南岭 蛮族一步 又与古族勾结 对叶凡 及其朋友斩敬杀绝 何曾会如此 佛奖因果 一切早已注定 什么因果 什么天道 二斤对我来说 都不重要了 我要你死 要叶凡痛苦一生 我杀不了他 就从精神上折磨他 让他一世不得安生 王腾毛子充满了血丝 化成了新红色 杀戮气无边 黄金古战车都被血雾笼罩了 要挟无比 安苗一摇头 而今北地早已不负昔日惊艳之资 心境跌落 竟真的是一蹶不振 即便修为再高 也不可能正道了 王腾出手 大喊了一声 杀 大战安苗一 手持黄金圣剑力批 古战车 一隆隆而鸣 碾碎一切阻挡 山峰古脉等都成鸡粉 他战役凌云 魔气无边 安苗一出手以佛法化解 对抗他的功法 不断对决 韩苗一 今天你逃不了 我要将你的人头寄到东荒 听他背好 看他怒火攻心 让他悲愤 无力回天 你不是最后一个 以后我会猎杀 与他有关的所有人 一个个的斩杀 你们的头骨将成为我的珍藏 叶凡 我要让你悲痛 我期待你肝成蠢断的样子 王滕像是疯了 又哭又笑 攻击似疾风咒语 捡气 谦缓 攻杀不停 动的一声 突然 一个金色的拳头粉碎真空 突然出现 将王滕与他鼓战车 一下子就轰飞了出去 让他大口咳血 叶凡一步步自虚无中走出 手中迟疑感黑色的长枪 浑身并没有强大的气息外放 但却让王滕当场变了颜色 你 是你专门在此等我 与你在此了因果 叶凡向前逼去 而今他在同辈中可以说所向披靡 俯视跋簧 连天皇子都给杀了 更慌乱是一个王滕 正如叶童所说的那般 除却弟子及人物外 他的大敌在星空中 这颗古星能与其匹敌的同辈人 快没有了 妙姨你走吧 我摘他人头 了断过去的一切 叶凡说道 而妙姨倒退 将战场让了出来 他相信 即便是几个王滕一起来 也绝不是叶凡的对手 倒心一破 能剩下什么呢